影片中教室前方老师背对着大家写黑板 突然一个不明物体丢向前 老师转头看有学生也走上前 右前方竟然开始冒出蓝色烟雾 而且越来越大 学生开始惊慌 老师冷静指挥大家慢慢往教室外移动 上课时间教室竟然出现烟雾弹 学校教官找到丢职的同学 立刻通知家长到学校 原本只想警告警告学生 不愿意真的开阀 没想到事后发现 影片不再被PO上脸书跟YouTube 丢职的学生还洋洋得意 留言说哈哈我丢的 甚至有人回应说很棒哦 太厉害了 也在脸书炫耀 说这样很厉害吗 其他同学回应还好 他说就是为了好玩 完全不知道悔改的行为 让教官也气坏 丢进教室的就是这种抗议场合 会出现的彩色烟雾弹 只能在室外使用 通常用在野外求生或生存游戏 索性只为喷烟但不会爆炸 根据校方了解 至少有三个同学之情 目前可能会记大过处分 但这样的画面 老师上课学生大胆 丢烟雾弹 只是为了好玩 或被称赞很厉害 实在让人摇头 记得好各位 今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